各位觀眾大家好 在一片萬里無雲的晴空之下 我和大家登山來到巴黎的聖心堂 聖心堂用了一個典型的拜占庭風格 無論圓口還是拱頂 都是佈滿了這種鵝蛋形的橫舌面 或者是小圓塔 由大至小交錯排列的圓頂 從中間往外伸延 以群山環抱的景象 呼應蒙馬特山幽的天然地形 屋頂環繞著瓦片形的浮雕 令鵝蛋在日光下 折射出不同角度的白色光線 為配合主題 加設這種拜占庭風格 三重拱形的開口回廊 有沒有發現聖心堂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這麼白正的呢 它是用一種叫travertine的石灰岩來建造 遇上酸雨就會變成水溶性的calcium bicarbonate 每次下雨就好像幫助建築做磨砂一樣 將底層的白色石材重演眼前 法國政府輸了普法戰爭之後 簽下喪權欲國的條約 容許德軍駐守法國 令巴黎的工人階級不滿 在蒙馬特區建立勇武的巴黎公社 既要抵抗外敵 仍不服從無能的法國政府 最終政府策劃了一周的血洗巴黎公社 歷史是由贏家書寫的 聖心堂就是政府起來感謝上帝 保佑他成功鎮壓 所以主祭壇後的馬賽克 除了畫耶穌閃亮亮的聖心 和旁邊的門徒天使之外 也很顯微地畫了法國的官員和主教 對著聖心又貴又挨的樣子 正不方的槍花玻璃說耶穌受難的 所以他用紅色玻璃 但他背景畫一大坨的基督仙血 總是令我想起這裡 血洗穆馬特的歷史 想了解法國這段濕陣的歷史 我們最後一次Revisit羅浮宮 當拿破崙打書仗 整個法國都沉醉著不安的情緒 覺得是一個不開心的世代 歌功總得已經很無謂 新古典主義都慢慢被浪漫主義取代 這就是在古希臘神畫中的一位皇帝 王朝快滅亡的時候 他燒毀了宮內的寶藏 殺了整個宮的妃嬪 讓他們不會落在敵人的手中 他畫得很混亂 很血腥 他在整個畫面中沒有出現過直線 和新古典主義完全相反 這幅畫畫說 美渡沙號沉船有一個破碎的人頭 當時發生人食人 後來在狗身體中看到很多人頭 即使他有光 但他被一個很濃厚的雲層遮蓋了 有很多位置都是刻意欺負在細節 雖然法國輸了 但暫時都會在一個比較和平的時期 因此災難並不是很清楚 顯然在你面前 是被陰影遮住的部分 你才會看到人類的殘肢 所以就是透過這種悲觀的遊畫 來表達他們很快戰爭 輸了的不滿 我為了把握樓佛宮 沒有人的時間去進行拍攝 我是由晚上6時開始拍到晚上10時 今天實在太辛苦了 我沿著整個老婆公 我這樣跑來跑去 由歌德去到浪漫主義 一次過拍完它 要接一間好一點的餐廳 我叫了這個油風鴨 Duck Coffin 哇說以前沒有雪櫃 你好 你好 哈哈 油風鴨 就是用油浸著食物 阻隔水分 生長不到細菌 這樣就可以放過冬了 哇 它是很濃郁的一層油脂 包著肉 好像成了和牛 你口裡的油酒 但是它的醬汁 令你可以解掉它的油膩 歐洲人來煮食麵包 很多長輩來歐洲 只以為是餐廳 不是了 來到八國出名的賣長甜麵包店 Eric Kaiser 嘗嘗他這個得獎的法式麵包 剛剛買了 嗯 它的外殼很鬆軟 而且它的皮很嚼韌 但是不解口 很重的麵粉 它的香味 至於甜品也要選最好 Andalina的栗子蛋糕和熱朱古力 很香的栗子味 它是中和了糖霜 它是稠到好像是 朱古力 漿多一次朱古力奶 還有一點可可的鹹香 那法國呢 它在19世紀的時候 是一個科學大國來的 到後來才慢慢被美國取代 因為很多最厲害的科學家 為了逃避第二次世界大戰移民去美國 那這裡你可以看一下 和電有關的器材 還有這裡有一些很古典的一個顯美的 很多年前的應該老過我 一定老過我 還有一些關於氣體的器材 基本上就是Physics那麼多貨 有Fermal and Gas 之後有Wave length and Light 還有Electricity那貨 所有都齊齊了 只是差了Radiation而已 居尼夫人話說都是法國人 不過這裡就看不到關於 她的一些研究的作品了 其實這次來這個科學館 最主要不是為了看科學 而是看建築 因為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全歐洲最漂亮的科學館 近距離接觸這個天花板 總算沒有令我失望 那麼多年我讀Physics and Chemistry的DSE 所以無謂去到旅行的時候 又看科學了 看到它的展覽都蠻療癒的 拿個球出來撞一下它 隨著科學工業發展 法國多了中產 走出普法戰爭的陰霾 還多了一個新的嗜好 Shopping 後人稱這段日子為 La Bella Pooke 美好時代 今天四月就是春天白貨 所有的裝飾都是跟貴子有關的 旅一入門口這隻用花雕的兔子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春天白貨 它的外場有很多細節 或者都是Echo在它對面的 那種Opera House 屋頂橫的千花線 用了同樣的風琴花紋 去作為它的Decoration 它還是第一代有升降機的白貨公司 成為後世Shopping Mall的典範 它這個叫做春天白貨物 那四個人獎 其實就是四季的Logo 拿著鮮花的就是春天 不穿衣服很熱的就是夏天 陰影後面就是秋天和冬天 看到整個建築自己都充滿著 Symbolism 它不單是一個Shopping的殿堂 更是一個新藝術建築的殿堂 然後帶你們看一條巴黎很有名的橋 這個位置很有型 就是電影Inception入面 李安納德迪卡比我和女徒弟入了夢境 想過蔡立河但又沒有路走 然後就用兩塊鏡的無限反射 砌了橋的電影取景地 建這條橋的時候 工業革命已經帶來鋼筋水泥這種物料 但建築師沒有放棄傳統的手藝 用回巴洛克年代的石雕 不過雕刻的主題又不限於古典神話 而是當代的工人科研等的題材 就叫做節衝主義 是十九世紀後期古典和現代建築之間的過渡 你見即使有現代列車經過 但背景欄杆上面的cast iron 仍然是很精緻 很有線條尾 這條橋的南邊就是七十年代的新市鎮 巴黎第十五區了 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 你有注意哪個年代多些嗎 下回預告 講了這麼多集古蹟 終於輪到現代化的景點了 我們有巴黎鐵塔和其他二十世紀的地標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拜拜 拜拜